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个中产党 今天说什么呢? 祖国其中一个伟大的成就已经达成了 就是它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去到月球背面 就发射了一个探测的机械 详细不知是什么 当然我是科学者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科学和物理原理 我想说什么呢? 你是否为祖国觉得自豪? 觉得自豪? 要奏国歌 我第一样想起什么呢? 其实我这次真的想为两个祖国被批评的东西去辩护 我记得其实也不用说现在 以前有一个上俄计划 现在正式登月 当时有两个人 有两个人经常会拿这件事出来批判 不是两个人 就是两个问题经常拿出来批判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啊 几十年前已经有人 几十年前已经有人 一早就射到月球 你现在还说要探测月球 落不落后 这些几十年前的科技出来说 你还觉得自己自豪 有什么搞错? 所以我认为今次做这个计划 也挺有心思 因为它就是做一些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以我有限的太空知识 月球从来都是单面去做 围绕地球去转 所以月球的背面其实是 神秘 对 好像苏联曾经拍过月球背面的相片 但是未正式试过去那里探测 那现在就是第一个去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留待再说 第二个问题主要就是 你中国拿这么多钱去发展太空 这是当年 神州一号 还是神州五号的时候 不如搞多些希望工程 帮小朋友更好 这是两个问题 有些像泛民 为这个祖国护航 是的 另外有一个关系 和第一点有关系 就是说 我在美国住这么多年 周不时 久不久就有人拿这件事出来说 我说你没有上过去的 又说 这两个说法 一个就是说是假的 做假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不是说他做假 但是说他上去 怎样见到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于是乎就回来 总之这些很多是 是和上月球的有关 而是作出很多故事 也好 幻海其成也好 又是支旗 没有影的 就是支援权类的东西 美国有没有登月 就和外星人存不存在 一样是被质疑的 我这么说 我以前是写科普的 我不敢说对科学人有知识 因为是很技巧的 实际上不懂 但是因为我都看了很多 那些关于登陆火星的 是很专业的人写的书 就是那些 登陆火星 就是怎样做火星 就是外太空探索 登陆月球的技术上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怎样回来 当然他讲了一套方法 去解释是怎样回来的 但是那套方法 当然是那套方法理论实实行 但是那套方法 我们只要见不到那些工具回来 就是见不到那些工具回来的 那些工具 明白吗 就是我们不见到 而且1969年美国登陆月球 接着登陆 说了几次 接着就没有去 结束了 是的 而事实上 当时的时候 苏联的太空科技 是先进到美国 之前 在登陆月球之前 后来美国就说 我们要急起直追 为什麽被人上太空 接着我们就去扔很多钱 但是至少到今天 那些人就说 月球没有探索价值 但是我就看不出月球有多没有探索价值 今时今日 还未有人可以登陆月球再回来 其实登陆回来的技术是好先进的 就是他讲过的弹性系统 你真的可以不起一个基地 尤其是月球的引力 六分一 你真的可以不起一个基地 那件事是可以 固然是一分一 而且也没有空气阻力 你真的可以完全 就这样 那件事可以彈射回去 你彈射 也要有一个作用力 反作用力 你真的可以这样做到 而且那件事很明显 是不符合人体力 就是那个力学的道理 我很怀疑他们回来的技术 就是这件事是 到了现在 这麽多年来 你的说法就是说 是美国佬造假 是 反而我们中国 祖国 就是真的 不是的 没有做过 现在的技术不是在做什么 技术在那里 那些人在那里 再回来 不是 中国没有去到 没有登陆下来 没有登陆下来 我知道他没有登陆下来 所以他就不要做假 如果他说中国 如果他说人写上去 然后下来的话 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说老实 我就是射了一只东西进去 射了一只东西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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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人来的 是的 没有人回来的 即是你现在去到火星都可以 你去到火星都可以 但问题我仍然认为 就是人回来 你至少 其实我看见那些说 在泰安泰安受费 其实正确的做法 就是大家认为的做法 就是先要射了一些东西进去 然后遥控去操作 那一堆整堆工具 或者射了一些 comeback的能源回去 然后再遥控操作工具 然后将那样东西在遥控做好 才回来 为什么他月球那堆工具 去后面那里那么麻烦 因为其实他需要 电子讯号 他那个电子讯号 就是去不到那里 你去不到那里 所以他就要中间做一些 那个站怎么可以反射 去回那里才能做到 即是需要几天站 才能操作到 那个难度在那里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去到那里 即是如果美国当时的时候 它的formal procedure 它是射了很多无人机在那里 射了很多无人的设备在那里 然后在那里组装完一大堆 再有一堆在那里 我觉得可信 合理一点 是的 因为你实际上 你已经上了几次 即是无人的那些 那些上了几次 然后那些有人的才上去 那会比较合理一点 我希望如果祖国射上去那只 他知道更多的东西的时候 可不可以超级检击 美国当年有没有做假 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都已经查到 美国在月球活动的痕迹了 那问题也是周显質疑的 就是他有没有将人射上去 回收的装置 活动不难的 始终我也是一个经济的角度来说 就是 喂 登月的造假 这个经济价值实际上太大了 无论在政治 国家层面 甚至是私人机构 这么多年 我觉得 愿意去踢爆这些东西 而去花钱的人 是无数那么多 而如果花了这么多精力 我假设应该是存在 有人会花这些钱 都未找到的话 那我就会相信 真的会是多些 但我们不要拉到这么远 说回我们刚才说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喂 你美国佬几十年前都已经射了个月球 不顾物论是否登月 起码都射了那些装置在月球 那你今时今日 你中国做这些事情 有什么值得认得呢 就是你怎么看这个 其实是不值得认得的 对于它在背面 但是其实是不值得认得的 但是都好过 就是说 我进到香港与下 但是我都叫香港与下 好过你进不到那个 现在它不是跟美国认得的 我的角度是向其他的人 那不就除了美国和苏联 我是第三 那也叫世界第三 现在我们中国的习近平主席 说什么永不称霸 那现在不是要称霸 我都要称一方之寒 我想入会 我要进去这个环绕 月球轨道俱乐部 是不是不行 是的 都叫做有些什么 一定要考第一个才行 考第二三个不行 对不对 至于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不如搞多些希望 中国有多少贫富的小朋友 很多人都连教育都没有 当年就连饭都没得吃 因为现在就不能做这句算话 因为我认为 绝大多数是中国人都吃得到饭 很多人连教育都没有 你应该把资源放在这个地方 而不是搞好大起工的放射卫星 那我先说一下 那美国就算到今天 我还没有住了这么久 还有很多人出现 教育都有很多问题 我刚才说 我们现在去享受科技 很大部分都是看教育 没有什么意思的 例如打针或药疾 那些 其实 互联网 你搞这么多 不如给小朋友多吃早餐 搞互联网 我觉得 人类的文明是需要延续的 延续的东西是需要的 如果不是我们所有的文化艺术 为什么要在艺术馆 那我们应该什么都不用 大家吃饭都不吃 不吃 不吃 为什么自主要组织的艺术 为什么要读过科目 我觉得 科学的探索 是饿死都要做的 问题只要不是太多人饿死 就是当年 灵要原子 不要父子 现在我们说灵要登月 不要温饱 至少我是相互 等于我们这样说 一个国家的行动 不能说我们做某一件事 再做其他事情 还有一个人类的行动 就是这样说 很多人 我们会觉得 我们自己 我看二十年前 看一个节目 那个人说了 他在我中环 那个人给我说 很深刻印象 他说 之前他说 我那时候没有VCD 那些没流行 我一个月看两部电影 都不为高卦 你明白吗 那个人拿中环 那个人饿着肚子 都要看两部电影 你明白吗 等于当年有个中环 被人找到有几盒无缘 高达 你为什么要拿中环 是的 那样东西 我们是需要一些 人类 就是人类 你不是动物 你所说的 你和动物没有分别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有高达 当然有些人拿中环 都可以召妓 是 这个人类 我们是有些人类 我们需要一些研究 不开饭 我们都要做某些事情 当然我们不能说 我天天莫大毛 那些很多男人 都会说 我现在在沉迷 沉迷那些东西 我所有东西都不管了 那些钱都拿去砌模型 那当然不行 但是我们 都没有说不行 就是你不要说 你跟着又要问 政府拿更多钱 就是 have a new little hope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 一些这样的budget 是要投出去做一些 科学研究 或者是探索的东西 我相信你们大学的 从来都是 军主文科技 其实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题目呢 我想想想 当年美苏太空竞赛 它不是纯粹要探索太空 那么简单 一来就是 一些洲际导弹的弹道计算 这个科技就是帮助军事用途 而军事用途 最后就会变成民用 现在很多人做卫星都是这样 互联网 第二件事就是 太空是不是一种罪 探索太空 为什么不可以是一种我们的梦想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也是反过来说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人都没吃饱 你为什么浪费这些钱 做科研究 探索太空不是罪 但是当你没有人可以做 但这种是很中国那种 科技停滞不前的原因 当年 郑和就是这样 郑和为什么要把船全部烧掉 我们理解自己吃饭就可以了 我们做什么船 要去非洲那么远 而郑和是劳民伤财 所以不但要把郑和的船全部毁掉 而且要把郑和那时候做船的设计图 和所有纪录的设计图 因为免得你参考它 再立刻做到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只是说 这个就是中国人相同的 现在你日日被人骂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这些人 原来这些人 其实当时在中国是照了大部分 我们自己中国地带密博 我们什么都有 我们要不要去探索 然后浪民相材 如果你说金正恩 去试射这个导弹 是不是对 北韩的那么多人饥荒 还会射导弹 你觉得是对 那要视乎你觉得一个国家的自主独立 重要程度是否更重要 人民的肚子 人民的肚子 但是问题就是 好 相对来说 我们都是说 我们宁愿 就像台湾那样 宁愿我们捱着我 就是宁愿不是捱着我 就是经济不好 都不要被中国入侵 对不对 都被中国入侵 就是我们其实一直都有相同的 这两种不同的看法 就是物质以外的需求 或者精神坚持 你现在这样 我们台湾就没有独立 你让大陆人进来 突然之后 我们大家都 不是从经济来说 我们都觉得 你现在这样进来的时候 我骚扰这么多自由行 进来的时候 骚扰到我们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就算有钱都没用 我宁愿静不静 香港人走回 我们大家都不想 每一个地方的人 都有一个不想外人入侵 宁愿牺牲经济利益的想法 问题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 不要紧 其实美国人来统治 更好 是不是 肥肥大大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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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觉得 其实有不同的想法 意思就是 如果人没有你梦想和你客人 有什么不变 我们如果不停说这件事情 你就不能够不用这个标准去量度中国 因为中国起码都个个人吃得饱 是不是不可以 拿某一部分的开支 去挑战这个太空 他现在不是还要开发什么杀人武器 他是探索月球 这件事情 我们不是应该用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 反而是要用一个批判的角度去看 我有一个批判的角度 就是 最近 香港不是经常说 批评过政府的大白杖工程 是 高铁回报低 是 有 记不记得有一个政客出来说 不是啊 我们以前有很多文明 以前的建策 金字塔 那些 私生人面杖 都是这样的 上月球是否大白杖工程 是什么不同 我这么说 大白杖工程 金字塔 当然是 如果大白杖工程 回来的时候 后来可以受署 后来可以受署 如果现在免费 港主角工程 起那一刻要花钱 起之后 就无限 就无限 但起那一刻 是对的 第二个就是 你进来个问题 上月球 上月球 都是一些花很多钱的东西 还有那些 你的回报 不是那么容易去量化 你是一个发明的 这个不是一个回报的问题 就是我们人类的文明 和一个动物不同 我们希望去探索 所以我会掌 我们给一个科学的发明 就是我们是否尊重一个科学家 他发明一件事 他发明一件事 是和现实生活无关的 我们是否尊重一件事 就是太空登月 是那件事 太空登月和郭珠的大截 是两件事 再建一条桥 再去探索一次月球 你说建了金字塔的结构 好像很难建 建一条港珠的大桥 他们都说 人家建不了 是我们才能建这么长的桥 都是一个 我都觉得有个分别 金字塔和其他南美洲那些 金字塔 东南威金字塔 我又觉得真是宏偉一点 很多 但是桥 就都都有桥 我不会觉得一条桥 是一个很自豪的事 就算你和三藩市那条大桥 我觉得三藩市那条大桥 我觉得三藩市那条大桥 比你那条港珠的大桥 比你那条港珠的大桥更漂亮 它长一点 重要一点 好 这次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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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